4月14日 杨颖亮相金像奖 承认将在香港发展 迅速引起网友热议 当天杨颖身着两套高级定制礼服 一黑一白 尽显华丽 网友发出同款 发现不经礼服高级 配饰一精心挑选 一身行动价值不菲 在接受采访时 杨颖谈及儿子小海绵 流露出浓浓母爱 她表示已在停留三日 吉祥反护 婴儿子吉祥考试 想多陪伴她 谈及教育 她坦言虽有补薪老师 但仁须亲自教导 刚被问及是否为虎妈时 她笑称自己对儿子既温柔又严格 因儿子最怕她 但她的眼里是出于爱和规矩 然而 网友对此却一轮纷纷 有人质疑她的教育方式 甚至怀疑她借儿子打青青牌 树立好妈妈形象 港媒还问及她被分杀的分波 但杨颖拒绝回应 从从离场 自分杀以来 她曾为正面回应此事 此次付出依然保持沉默 尽管杨颖已付出 但在内地的地位一大不如前 不仅缺席跑南十二路制 出席上海市庄州 也未获官方认可 她本人也表示 未来将在香港发展 因此想多陪伴孩子 对此你怎么看呢